我們現在開始上電解質 以前就知道金屬會導電,稱為導體 木頭不導電,稱為絕緣體非導體 這樣子很正常 導電就導電,不導電就 不導電,OK 可是後來發覺有東西很奇怪 糖不導電 鹽不導電 OK,沒有問題 可是 糖水不導電,鹽水會導電,這很怪 糖不會導電,糖水不導電 感覺很正常啊 可是為什麼你 鹽巴的時候 不導電 變成鹽水的時候就變成 可以導電,那就很怪啊 你為什麼原來不導電,後來變成可以導電 所以就有一些研究 要知道情況下為什麼 所以這種固體不導電 但是水容易可以導電的東西 我們就稱為電解質 固體不導電,但水容易可以導電的 重點是水容易 可以導電的,我們稱為電解質 OK 就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好 明天要做的實驗 因為這個鹽巴 這個鹽巴 燈泡不會亮 不導電 把它變成鹽水 燈泡就亮 就表示有導電 所以明天就要去試驗一些東西 有導電還是 沒導電 就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那 這種 溶與水可導電的就稱為電解質 所以我們現在說 來,溶與水能導電的化合物 我們稱為電解質 我們用一個簡化的說法 就是包含酸鹼 也就是說酸鹼鹼都是電解質 然後呢,溶與水能導電 這樣是個比較 粗略大致的說法 就是電解質包括了酸鹼鹼 我有一個三支精記憶法 來讓你記住什麼叫做電解質 因為考試有人會問 三支精記憶法 化合物 溶與水 水溶液 核導電 這樣的東西叫做電解質 化合物 溶與水 水溶液 核導電 這樣的東西叫電解質 不是化合物就不用講了 你不是化合物 鐵會導電 銅會導電 可是它不是化合物 就不用講了 如果不溶於水 也不用講了 我們國中就是沉澱不溶 到了高中叫做東西都會溶 只是溶在鍋 會溶得散 以後的事 我們就是不溶 不溶的 比如說綠化銀不會溶 不溶於水就不用講了 然後會有兩個重要東西 你要背的 就是 它會溶於水 可是它不導電 燈泡不會亮的 那個字 等一下告訴你 你要把它背起來 你要把它背起來 OK 所以 三支金 進一把 化合物 溶於水 水溶液 可導電 叫電解質 不是化合物 不用講 銅跟鐵 會導電 但是它不是化合物 就不是電解質 不溶於水 不用講 綠化銀 點化鉛 點化鉛 我們後面會教 綠化銀 以前有交 現在不太講 這個是沉澱 它 就不是電解質 重點是第三個 溶於水 溶於水 可是呢 它不導電的 蔗糖跟酒精 蔗糖跟酒精 這兩個 溶溶於水 但是不導電 不導電 請背 這個酒精叫做乙醇 後面會膠 所有的醇 都一樣 溶於水 但是不導電 非電解質 蔗糖跟酒精 蔗糖跟酒精 好 這是請你要把它背起來的 請你要把它背起來的 這個是要背的 這兩個 會常常出現 它會溶於水 但是水溶液 不導電 它不是電解質 不是電解質 OK 有些電解質 液態也可以導電 像綠化納 鹽巴 固體的綠化納不導電 但是液態綠化納會導電 液態 綠化納子容易也會導電 可是有些電解質 液態不導電 比如說硫酸 純硫酸 液態硫酸 是不導電的 要溶於水 它會導電 為什麼 我們國中 不解釋 不教你 也不用管 你也不用管 所以你不用管液態導不導電 你不用管液態導不導電 有些有 有些沒有 你不用管它 為什麼我們國中也沒有管 也沒有教你 所以 液態導不導電 不是用來判斷的標準 是要靠誰判斷 水溶液 考試問你 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電解質 怎麼做 丟到水溶 導電的就叫做 電解質 不導電就叫做 非電解質 就是 換算的方式 那這裡留了一個問題 後面要解決的 你為什麼是 鹽巴的時候 你不導電 變成鹽水的時候 卻會 導電 這是我們後面要解決的問題 後面要解決的問題 要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這邊學習的重點 根據我剛才所教的 誰是對的 根據我剛才教的 這個敘述誰是對的 2號 2號 黃同學 答案 豬 豬 你做 豬 這是根據我剛才跟你講的 化合物溶於水 水溶液可導電 鐵不是化合物 也不會溶於水 所以它就不是電解質 然後呢 畜酸 雖然不太會導電 可是還是會導電 導電力比較差而已 所以它是電解質 水溶液可導電 叫做電解質 然後呢 氫氧化鈉跟氯化鈉都可以導電 所以它都是電解質 B跟豬都是 B是錯的 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氯化鈉就是 以後會叫氯化鈉就是鹽 然後呢 那個氫氧化鈉就是 鹼 就是鹼 而且我剛才講過 B選項 我不是看固體導不導電 我是在看什麼 水溶液導不導電 所以那個B寫固體不導電 這不是判斷的方法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現在就做實驗 然後寫上 那甲乙丙丁 請問你 誰對 燈泡會亮什麼意思 導電 電解質 燈泡不會亮什麼意思 不導電 非電解質 請問你 誰是對的 24 24號 C 多少 C 你選C 請坐 燈泡不亮就表示不導電 非電解質 我請問你背 蔗糖跟酒精是 非電解質 燈泡不會亮 所以甲是不會亮的 那其他的 HCL以後會叫做酸 NOH以後會叫做 減 NHCL以後會叫做鹽 酸減鹽是電解質 所以他們都會導電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就是豬 這是很簡單的告訴你 判斷誰是電解質 誰不是 電解質 讓你知道燈泡會亮還是 不會亮 簡單的小問題 OK OK